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已经实现了一个U盘结合自动安装一拿文件 可以通过U盘启动制作菜单选择安装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小缺憾就是它是离不开网络的 因为所有的安装包还是从网上来实现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机房里面可能你到一个陌生的机房 比方说是托管你服务器的一个机房 你在机房里面是没有事先搭好的这种网络服务器的 你就随身带个U盘 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想装一台机器的时候 单机就能把它实现自动安装 那要想实现这个功能 咱们就得再把刚才那个操作再适当的调整一下了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用到的文件全放在一个ISO文件里 那比方说我们的应答文件 那刚才看到的那个启动菜单相关的文件 以及亚木源用到的相关的安装包 全都放到一个ISO文件中 那具体来看如何来实现 好 现在我在这台机器上 我来制作一个完整版的系统盘 ISO文件 这个系统盘ISO文件 我们将来不仅带有菜单 而且我们希望把那些安装包什么的集成在一块 怎么做呢 大家看这样 刚才给休眠了是吧 好 我把这个文件呢 先给他烤出来 这个文件是我们刚才制作的菜单相是吧 菜单相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从头来制作 我把这里面的内容呢 全给他清空 好 大家看目前这个文件价是清空的 接下来我们从头来制作一个完整版的 ISO文件 把所有内容全集成在一个ISO文件中 将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光盘 插到电脑上以后 选顺菜单就可以自动安装了 而且不依赖于网络 所有的数据都在网都在一个U盘里面 或者都在这个光盘里面 好 做这步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光盘的内容全都烤过去 如果你要装的包比较多 可能依赖的不仅是一个第一张盘 是不是可能第二张盘也得烤过去 所以有可能会比较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我的光盘是第一张盘 现在我把第一张盘内容先烤进去 这样我们为了更方便 我们这样做 我把这个文件夹 删了 然后光流一个data文件夹 然后接着我们把光盘内容正行拷贝 那复制的时候 我把mccd整个光盘全烤过去 烤过去注意我是这样做的 烤过去 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这相当于烤过去并改名 注意因为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这个文件被我删了 对不对 所以他复制过去以后 是不是相当于把cd给改名叫mccc 对吧 那所以就相当于复制并改名 那既然复制并改名 意味着所有的数据是不是全过去了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如果你要以星的方式考 你是考不全的 因为在这个目录下有一些是隐藏文件的 看到了吗 是不是有隐藏文件啊 所以我们复制的时候 就得用我刚才这种方法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 那些隐藏文件的问题了 直接就全考过去了 比方说我们考到data下 这样吧 我们改名叫cd6 这样统一的 改文件名 好复制 当然这个肯定要花点时间 所以数据比较大 让它编复制的 此外我们刚才还有两个应答文件 也可以它事先放到那个目录里 我这有两个应答文件 这两个应答文件 我们考到对应的 data目录下 刚才我们不是起了个名叫cd6吗 那这个目录下 它对应的现在是光盘所有内容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吧 还叫 ksdare 专门放应答文件 这样的话比较清晰一点 好 那现在我还是把3w 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这两个应答文件 兴点cfg文件 复制到 ksdare 这个目录下 好 大家看 ksdare 我这也因为拷贝比较慢 所以我这个命令敲的时候都有卡顿了 好了 大家看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已经放了应答文件了 看一下这边复制的怎么样了 因为文件比较大 所以它这个复制 这个估计的 这是四个多G了吧 第一张盘是不是就四个多G 是不是还有第二张盘 都得复制 因为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你将来安装 保不清哪些包 是不是依赖于第二张盘 当然如果你要是最小安装 是不是就第一张盘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个复制 花点时间 好 复制完了 复制完以后 我们现在 把光盘 给它再 换一张盘 Media Sentos 都给它卸了 然后我们去换第二张盘 这样的话 将来我这张盘里的内容是相当于完整两张盘的集合 当然我们在生产中你可以事先做一个everything也行 但这个everything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后座的是吧 有可能手上我没有everything盘 好 好了 看一下 有了 那 大家看第二张盘少多了 是吧 才2.1个G 那接下来我们同样的 把这个光盘里的内容 注意这个光盘里的内容 整个都烤过去 但这个烤的话 我们 如果芯 你是烤不全的 是不是 芯的话 是不是丢一些文件 现在注意啊 你复制过去改名也不行了 因为我们那个目录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就复制这个目录就行了 Data Sentos 6 大家注意到有些文件是一样的 直接覆盖就可以了 不用管 有些文件 实际上这些文件和我们安装没什么关系 把两张盘内容都烤到那个目录下 看满了 看满了 这个复制过去以后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有些东西还要适当的去删除了它 让它重新去建立 有些文件 我们待会还得稍微处理一下 谢谢大家 好 你看又一个文件是一样的 同名 直接覆盖就行了 这是k 好复制完了 但是复制完以后有一个 有些隐隐藏文件 我们刚才说过 大家看这是不是有个隐藏文件 这是个隐藏文件 这两文件是不是就没复制过去啊 当然我们有没有必要复制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文件如果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复制了 本身 在这个目录下 有个点 然后去参考一下 data下的 我们复制下来的 这个目录 有一个点 一样不一样 大小是一样的是吧 我要确保一样的话得用 哈希值去比对 太卡了 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文件名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是吧 好 这个实际上这些文件有些文件 我们 不用去管它也行 但这些文件在安装的时候 它是根据 命令来生成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删掉都可以 所以这个文件不动它也行 然后这个文件我也不动它了 我们本身有这两个文件 好 这是和光盘格式有关系的 这个暂时也不用动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去做的事 就是 它的YAM原的问题 大家看 在这个目录下 REBO data文件夹 大家都知道是YAM原的 原数据所在目录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 文件 看到了吗 这个文件 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文件 它记录的就是我们 所有 包 组的 所谓的分组信息 包组的分组信息 我现在呢 需要把这个文件给它事先 当然本身光盘就有啊 这个文件 可以把它删了就行 或者是把整个目录 把这个原数据的目录全删了 因为这个文件本身咱光盘就有 所以这个文件我可以不用它 当然我也可以事先备份一下也行 稍后我就不去光盘里找了 我放在路子下吧 好 然后复制过来以后 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数据 我们需要把它清空 清空完了以后呢 重新创建 YAM对应的原数据 我们需要清空它 清空完了以后 接下来 我们去 把刚才说的那个文件 再给它复制回来 这个文件 它记录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R评包的分组信息 所以呢 我还需要把它复制到当前目录下 大概这里面只有这一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 我们去用以前学过的一个命令 叫create repo 来重新 把 YAM对应的信息创建出来 那创建的时候 我要指定 它的路径 当然我刚才已经在这个路径下 我不出来了 好 然后create repo -g -g 指定 分组信息 看 看这 这个是分组信息 这不是刚才我保留下那个文件吗 这个文件里面记录就是包的分组 然后接着我们再敲 点 上级目录 当然我我现在是在已经在这个目录下了 那我就回到上级目录吧 回到上级目录里 大家看在光盘这个目录下 create repo -g repo data 下的 43 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指定 点 指定点就表示在当前目录下去 创建 就当前我的 目录下去创建仓库 而当前目录呢就在这个文件夹里 他就会在这个目录下 再生成很多很多 元数据 注意这时候他就会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包分组信息 来重新创建 YAM对应的信息 创建完以后 我们还得把有些用不着的文件给它删掉 你像这个文件就用不着 这些文件呢 它是和 系统制作光盘的时候有关的 所以我这个把这个文件还得搜索一下 不过这个文件比较多 在整个硬盘上 在当前这个目录里好多地方都有 所以我们待会要搜索一下 这样的文件 找到以后把它删掉 好 不要慢啊 好了 生成了对应的原数据数据库 好 完事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REPU data里面 大家看是不是这些原数据又重新生成了 看到了吗 这得延迟得五六秒了吧 这个时间太长了吧 我全一个字母等五秒 好 那这样做完了 做完以后注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文件 还是要把它删掉的 但是这个文件还不少 不是这一个地方有 所以我们用Find命令来搜索 Find 然后我们要指定一个文件名 叫 TRANS.TBL 这样的文件 找一找你看 是不是一大堆呢 找到这些文件我都想删了 大家记得怎么删吗 还记得吧 删了删了以后看看有没有了 确实没了吧 哎 别删掉了 好 那么到此呢 基本上主要的工作 最麻烦的工作实际上就差不多了 我们紧接着把一些应答文件准备好 当然我们应答文件刚才已经 趁着复制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放在这了 应答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这个应答文件呢有点小问题啊 它的格式是不是有问题啊 它走的那个亚木源是不是还走网络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所有的亚木源 是不是都在本机光盘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mini 这儿是不是不走网络了 这回记得吧 我们这儿要走哪儿 我们要走光盘 当然走光盘的话 那这儿是不是就应该不要这行了 叫CD-ROM 听懂了吗 这儿就是CD-ROM了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就是在光盘 制作光盘的 所以所有的ROM包都在光盘里面 我就解CD-ROM就行了 那这是这一步 然后接下来看看下面还有没有 这儿 当然这个是最后做的亚木源的 和这个没关系吧 这个是 对吧 这和安装没关系吗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 那这个一难文件 我就刚才改了一个地方 就改了个CD-ROM 就原来那个UIL路径改成CD-ROM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要改 就是 我们刚才有一个SO Linux的文件 现在我需要把它改了 刚才我曾经把这个文件 是不是备份过呀 备份哪儿去了 是在这里面吗 备份下来了 我覆盖当前光盘下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把它覆盖了 覆盖完了以后 SO Linux的CFG文件 这儿大家注意到 这一难文件路径 这个不用改了 默认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路径啊 是不是就光盘 这儿也是光盘吧 而且我们文件夹是不是也叫KS-R 所以这个地方正好不用调了 连这个选项都不用改了 默认就可以了 所以 好 不用调了 那这个是菜单 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我们就拿过来用就行了 我没改 那到此 基本上工作就做完了 紧接着我们只要把它刻成光盘就可以了 那刻光盘 咱们刚才那个命令 再拿过来用就行了 还是这一套 重新来一遍 当然要改个名最好是吧 怎么 他换行了这个事 怎么换行了 不让他换行 适当地改一改 好 这个文件夹咱不叫这个了吧 那是Cino6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 也参考一下咱们那个ISO文件的名字呗 咱文件名叫啥来着 是不是就参考这个文件名 这个是带启动功能的 然后这上面是不是就不叫boot了 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引导 是不是还可以安装了 everything吧 这是个名字而已啊 这个无所谓了 好 其他的都不用动了 我们只是改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这个制作肯定比较费时间 开始制作 我得确保一下 我的硬盘够不够了 不够了 赶紧删 删了 他捡走得了 捡走 看捡的快还是站的快啊 呵呵呵 这128G的不够用啊 来个ET的 来个ET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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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也不小 就装个系统 咱们实际上就是虚拟机占地儿 虚拟机太占地儿了 那虚拟机 你看这个虚拟机多大 这个虚拟机 嗯 这个是三个G的 估计这里面的虚拟机就比较大了 这个虚拟机 咱们做实验 是不是老家 你看 占一大半 你看 你看 五个G 这个是 这个不用吧 上 删除多疼得快啊 是不是 看看这边怎么样了 40%了 是吧 嗯 那么如果把这个文件做完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这个光盘 连安装 包括所有的二面包都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可以离开网络环境了 你把它刻成U盘也好 随身携带 想哪台机装 一插 选个菜单 就装了 不依赖于网络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工具盘 可以考虑以后 制作出来 对 随身万一用的话 你不就省得再去选了吗 而且安装的内容都已经定制好了 那些配置环境 安装脚本 什么都写好的 拿过来用就行了 我估计现在最大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6.9是最大的 光盘都在里面的 你看这个目录 这个估计得几十个G啊 二十多个G 7.4也是大呀 三十几 这更加大 好结束了啊 看一看这个文件 文件 文件名叫啥来着 Synthos 看见没有 够大吧 这个 5.8个G 还不算大 这拖不出来吧 这个 这是不是太大了 够呛了 太大 怎么把它弄出来啊 用HTTP 用HTTP 下来还是 HTTP 我这有Xshare吗 Xshare可以 Xshare是基于SSH的 这不是上次装过吗 Xshare 哎 怎么没了 就少Xshare 你来到桌面呢 对 放到桌面去了 老不用这个 加一下 不 这有一个传文件的 哎 菜单呢 这后面啊 这个 新建 这是新建中端啊 这个这个这个 对 对这个 找着了 这新建一个 192168 30.6 是吧 root 而且我是 SFTP 密码 用户名 密码 主机 主机写错了 这儿用户名在这儿 对不对 好 上去了吧 上去了 找那个文件在哪呢 就是这个大文件啊 别放桌面了 桌面没地儿了 找个 地盘 拖 对不对可以了吗 对不对可以了吗 速度很慢啊 我本地烤还这么慢啊 关了它 减少点负担 乖了反而慢了 哈哈哈哈 好那这个做完以后啊 咱们拿这个 光盘引导 连安装 什么都在一块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依赖网络环境了啊 是挺好的一种选择 啊 这个咱们不去 嗯 等着它 咱们接着继续往下看下面的内容 好了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问题 我们刚才那种场景 做U排也好 做光盘也好 那只适合装的主机不多的情况下啊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批量安装啊 那部署上百上千的更多的机器 几百台机器 我们还需要借助于网络服务的 那其中我们要实现自动化的运维安装 那么就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服务 包括第一个DGCP 那么DGCP服务 这个最早咱们在讲网络那一章 已经提到过了 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什么呢 可以自动的给 给主机自动分配地址 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和网络相关的主机 它需要和网络打交道 那么需要配置地址 地址可以来自于两种 一种手工指定 咱们叫静态指定 当然还有一种叫动态获取 动态获取 可以通过BootP 或者DGCP两种机制 那BootP呢 它是相对比较旧版本的DGCP 你可以理解成 这种旧协议它的功能 是给我们网络中的设备 自动分配地址 但它的分配地址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用BootP 给远程的主机分配地址的时候 它是把远程主机的 Mac地址 和我要给它分配的IP地址 怎么样呢 做静态绑定 静态绑定就是 意思是 我这有10个IP 那我就给你每个 单一的主机的Mac地址 给它写好了 说这个Mac我就给你IP1 第二个Mac我就给你IP2 它是因应绑死的 绑死的带来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大家想如果有一个主机不开机 但是我在BootP这个协议中 事先已经把这个不开机的机器的Mac地址 和IP给绑在一块了 换句话说 这个IP地址即使它不使用 它是不是也不会给别的机器使用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当生产中如果我的主机很多 IP地址相对是稀少的 比方说我们虽然企业里面 假设有100台机器 但是同时都开机器的可能没那么多 可能同时开机的也就50个 这时候我的IP地址如果只有50个的话 那这种场景它就不够用了 那而我们用DCP来讲 它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因为DCP它可以不绑定Mac和IP的对关系 我分配的时候随机分配 你只要向我申请 我就给你随便找一个没有使用的地址给你 而且分配完了以后 当你这个机器获取到地址以后 还有一定的使用期 当这个时间期限一旦过了 如果你不向我再去申请使用这个地址 我这个地址还可以回收 回收完了以后呢 将来我还可以给新的主机使用 所以它相当于有一个动态分配的过程 它不是静态绑死了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用较少的IP 给较多的主机使用了 因为同一时间大家不是都需要IP的 有些机器关机了是不是就用不着这个IP地址 所以用DCP相对来讲功能更强一些 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相当于是一个增强版的BotP协议 BotP这种协议早期用于什么呢 无盘工作站 无盘工作站 说白了就是我机器上电脑上没有硬盘 我就拿这个BotP协议给你绑死了 你只要你这个机器启动 我就固定的分配某一个IP地址给你 不给你别的IP地址 当然你这个机器不开机 这个IP地址我也不会分配给别人用 就这个意思 当然DCP也能做到这个功能 DCP它也能做到 所以它叫增强版的BotP 好 那下面咱们来具体看看DCP协议的一些特性 首先这是它的全称 这个我想不用介绍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叫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是吧 好 那么它主要的功能在于给举网中的主机分配地址 当然它用的协议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UDB协议来实现的 UDP协议来实现的 大家应该在Windows里经常见过这样的场景 如果我的IP地址设的是自动获取IP 我这网卡不可以设成自动获取IP吗 那设成自动获取IP以后 如果网络中有DCP服务器 当然可能会给我分配一个 但是就怕如果网络中不存在DCP服务器怎么办 想过这问题吗 大家应该也见过 如果一个网络中不存在DCP服务器 那结果你的网卡又设的是自动获取 那Windows会表现为什么现象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获取一个地址 不过这个地址是这样特殊地址 叫169.254. 后面跟上两个随机数 它会这样做 这个和Windows和Linux不一样 Linux默认情况下没有地址 如果DCP服务器没有 那你申请不到地址它是不是就没有地址 空的 这个Windows它会自动分配一个169.254 当然如果我这个机器 因为没有网络中DCP服务器的存在 所以我自己分配了一个169.254 你的机器也是 网络中没有DCP服务器 你也申请的自动获取 结果你也获取一个169.254 当然如果大家两个都是169.254 彼此之间能不能通讯啊 没试过 实际上完全是可以的 你只要知道它的IP就行了 当然这时候要开IP的话 我们通过命令敲IPConfig 对吧 在Windows有个命令吗 IPConfig命令 好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另外DCP的工作原理大家搞清楚啊 最早咱们讲网络时候已经提到过了 DCP的工作原理它是基于 这样的关键的四个包来实现的 还记得吗 叫DCP的Discover 就是当客户端 它设置为自动获取以后 开机的时候它就会向网络中发广播 这是广播啊 说我现在希望有人给我IP 网络中是否存在DCP服务器 希望找一个DCP服务器来给我地址 这就叫Discover Discover发出去以后 服务器端会怎么样 如果存在DCP服务器 会给他们提供一个IP地址 说我这有IP地址 我给你一个 当然了它给地址的瞬间 它就会在服务器上加一个标记 那你应该猜到 是不是这个地址 就不应该再分配给别的地址使用了 它加一个标记 说这个地址已经分配出去了 不能再 如果再有申请 我就不能再把这个地址分配出去 避免地址冲突 那它就发出一个回应包 叫offer 当然 客户端收到以后 它是不是要选择一个IP地址 因为网络中 是不是有可能有多个DCP服务器 都给你提供offer了 就给你找工作似的 如果你水平高 是吧 学的好 那你去面试的时候 好几家公司都要你 你是不是要选一家 都给你发offer了 对不对 你选一家吧 去阿里还是去腾讯吧 选一家 当然选的话 你是不是得 当然我们作为 作为我们找工作来讲 肯定有自己的标准来选择 但是DCP客户端来讲 它没什么选择 这个标准啊 那它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说 谁先给他就要谁的 谁先给他通知 他就要谁的 那他一旦发现有一个人 给他一个offer了 他就会回应 叫request request呢 就是表示我选择了 谁谁谁给我的地址 当然他回来以后 最终服务器 是不是要签订 最终的确认啊 最后给他确认 自动 最后要签合同了嘛 你既然决定到公司上班了 是不是要签合同啊 签合同 那当然这个合同里面 肯定带有你各种信息了 比方说啊 你的具体的申请的地址是什么 具体的责网码网关啊 包括DS啊 当然最关键的还有一项 叫租期嘛 对吧 有效期多久 那通过这四个过程 咱们扣端就拿到地址了 当然实现这个过程 咱们想了解一下的话 可以通过有一个专门的软件 叫DRCP的Client 这样的软件来实现 那这个软件 我们要看的话 我们需要 在系统中 来看一下 但是我这我看我这边怎么样了 传完了没有 传完了 传完了 咱们看看吧 体现一下咱们的劳动成果啊 把它挂上 这文件放哪儿了 地盘吧 好挂上 好 瞅着啊 没有选光盘引导 哎 手慢了 选光盘引导 出来了吧 对吧 选第二项安装 当然你就要知道 这个所有的安装过程 全是从光盘来的 它不再走网络了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就实现了 光盘安装 光盘的安装 那现在你只需要将来把它 再刻成 刻到U盘里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U盘一启动 一插上 是不是就可以安装了 后续的事 你不用管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制作一个随身工具盘是吧 这不就是个随身工具盘吗 但目前来讲 这种方法还有缺点 你要装七 你是不是得刻个七的 你装六的 三头六的 你是不是再刻个六的 两个U盘 你要是再装个别的版本 那一大串 所以身上一大串 要上U盘 这是工具盘嘛 工具盘 所以 上次 刚才也说了嘛 咱们以前有个同学就是 刻了一大堆 一大串U盘 他离职的时候 那个U盘带着 还没还给人家 大串U盘 比腰串似的 一大串 各种版本的 什么Ubuntu的 Sendos的 什么版本都有 好 那这就是 给大家介绍的 这样的一个安装 那DeerCP的这个过程 刚才我们看到了 有四个过程 这个DeerCP的通讯过程 我们在这儿 我不去装了 我停了 停了 不去装了 在这儿 我把网卡设为自动获取 呀 没有别名吗 好 我把这个地方设成 自动获取 大家都知道 一旦设成自动获取 哎 它上面有一个 专门的客户端工具 叫 DSCP DH Client 这是专门的客户端工具 你看 现在我执行一下它 看看效果啊 当然我这个网络中 应该是有DeerB服务器的 我们不论是桥接 还是金主机模式 是不是网络中 都有DeerB服务器 为了看这个效果 我把这个桥接 那暂时先关了 先断网吧 好 这样 大家看 它默认情况下 它就会从网络中 尝试去拿到地址 但是这个命令呢 默认是后台执行的 所以它执行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放到DH Client 它放到后台执行去了 发现了吗 哎 拿到新地址了吗 这个就是新拿的地址 看到了吗 这是原来旧的地址 发现了吗 它已经拿到了啊 但是这个后台执行 看起来不是很清晰 我们把它杀了 DHCP Client 好 然后呢我用前台执行的方法 来看 我们有一个-D选项 它是前台执行的 那前台执行 咱们就可以来观察它 获取地址的信息 这样 我为了临时的看到效果 我先把网线断了 把网络服务 重新启动 让它释放刚才我们拿到的地址啊 好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没有地址了 好 然后我把网线给它插上 插上以后 我们去前台执行此命令 叫DHCP Client -D -D是前台执行 那么用这个呢 可以观察它自动获取 通过DB服务器 获取地址的整个过程 看到了吗 Discover Discover 再发消息吧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我刚才可能已经申请过地址了 所以它现在是不是就拿到了一个地址 看到这儿已经有提示了啊 刚才看到了128这个地址 ACK 确认了吧 当然这儿能看到很清楚 是谁给它的确认啊 254 就是通过254拿到的地址 那通过254拿到的地址 我这儿看一下 它是不是拿到新的地址了 30.128吗 那 我们用IFConfig 我们看不到 这个地址到底是从哪儿过去的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地址是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地址是从哪个服务 器获取的呢 当然我们这儿是能观察到的啊 那事实上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目录 叫 rarlabdhclient 在这儿 它可以列出当前 获取地址的信息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文件 我们找这个dhcp的.list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获取地址的服务 地址信息 看到这儿了吗 这是不是写着呢 dhcp server的identifier 那也就是说你是从哪个服务 获取的地址 是254这个地址 看出来了吧 好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命令 也能够了解dhcp的整个过程 它是通过四个过程来实现的 那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别的通讯包 这个用的不多了啊 比方说no nack 就如果客户端 去和服务器之间发现有问题 比方说服务器端 无法把某个地址分配给你 他就会发现 给你发一个nack的包 还有个什么 dhcline 这样的一个包呢就表示 客户端给服务器发消息 说你给我分配的地址 有人占了 你这个地址已经被人使用了 还有一就是release release呢就是服务器端到客户端的 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 它是放弃网络地址 取消租期 那相当于什么 重新释放地址 我想重新申请新的地址 然后你给我申请地址 我不想要我想重新申请一个 还有一个info 这是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 它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那这些相对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我们正常通讯主要的 就这四个包 这就是我们整个dhcp的通讯过程 那还有续租的问题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续租 就是当客户端获取地址以后 它是不是有个续租 有一个租期啊 咱们刚才在那个文件里面 看看有没有租期啊 是能看到的 这儿你看 有没有租期 有 你看它这儿写了一个renew renew什么意思 就是下次刷新的时间 这儿是不是有个过期时间 看到没有 那大概是多少年这是 这儿不是你看这个时间吗 那是3点23分是吧 这是过期的时候是时间3点23分 那它这个续租实际上一般来讲 它的租期是多长时间呢 它一般来讲这个租期到期的50%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续租了 你看这儿是不是写着180秒吗 180秒 那180秒的一半是不是就90 就是900 900秒是多少分钟啊 15分钟 那也就是说到租期的50%的时候 它开始尝试续租 当续租如果成功 它将获取新的租期 那就是说新的一个完整租期 那就是又是一个新的15分钟 当然如果续租失败了 会怎么样 那我还可以继续用 因为我还剩下50%的嘛 还没用完嘛 所以我剩下50%接着用 但是我担心再拿不到地址 有可能地址就失效了 将来没法通讯了 所以达到百分之应该是87 就是87.5 或者是八分之七的时间 租期的八分之七的时间 它会向网络中发广播 寻找别的地址服务器 如果网络中有别的地址服务器 是不是会给它分配地址 对吧 给它分配新的地址 如果没有还继续还可以用 一直用到租期整个到期 当然租期到期 那意味着地址马上失效 听了吧 这就是整个DGCP的过程 那后续还有一些内容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吧 因为待会咱们要欢迎鸟哥给大家讲话 好那今天咱们先上到这儿